2014年东森新人王16强选手风格大不同 每次都带来非常丰富多变的表演 也因此即将在这个周末播出的东森新人王出赛 必定是非常精彩 这星期的新人王快报 就要带领大家了解每个参赛者他们的不同特色 东森新人王等你来 陈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新人王快报 我想历练跟我们之前介绍了 这个16个人里面的4个人 对不对 我们这一次还要再调四位出来介绍给大家 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是的 今天要来点不一样的 我们要介绍的这四位选手呢 他们分别是非常具有校园风格 然后非常的清新 非常小确信 很让人舒服的一种歌唱方法 所以听起来就会很舒服 对不对 好 那第一个 哪一个歌手让人家听起来 你觉得很舒服 好 第一位要介绍的呢 就是今年才20岁的段丽阳 莉莉亚 她呢 非常娇小 但是她的歌声很甜美 然后又很干净 唱歌的时候呢 给人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 好 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很舒服 是选就是气氛比较好的歌呢 还是就是以我自己本身的风格为主呢 是选就是气氛比较好的歌呢 还是就是以我自己本身的风格为主呢 因为这次换很大场的观众也比较多 如果就是选气氛好的歌 可能会现场会很好 但是就不知道我的声音啊会不会符合我的风格这样 OK 我们看完很久迷 OK 超可爱 超可爱的段丽阳之后 我想下一个是我们男生介绍嘛 我们男生 对 男生 那我想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参加群手叫夜开心 KC夜 我想开心在当初来这个海选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平凡的小女生 也没化妆 穿得很朴素 但是一来以后一张开嘴巴唱歌 那个感觉完全是不一样 没错 很甜美 很可爱 有点永远带着笑容 对一个女生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小清新的Category里面 它到底多可爱 纵然是尽头海浪 纵然是风霜雪雨 有了你母亲 人人肯分到 哥哥成大吉 对啊 因为我跟我妈妈很像best friend 不是只是mother dodger 可是真的是best friend 所以我唱的这首歌 希望可以让观众感觉到 他们自己的mom的love 好 看完两位甜美的女孩之后呢 我们要来介绍这一位型男 就是留着一头长返的胡凯杰 爱里头 常常这样子 我的帽子都要掉了 是 胡凯杰对不对 对 胡凯杰其实让人家感觉 蛮有特色对不对 你会觉得他像在什么地方表演的 他很像在街头会表演的艺人 街头表演艺人 对 来参加新人王吗 我们看他的感觉到底对不对好不好 来 请开 我会好好过 等你在爱我 总有个角落 会让你想起我 我会好好过 等你在爱我 我觉得我唱的可能就还蛮 我觉得这次比以前都投入很多 就是在舞台上也是 就我感觉我比较没有那么紧张 好 我们看完这个歌坛浪子 长把浪子的胡凯杰 我们来换一个感觉 让女生大家幸福一下 我想也是Lillian的暗恋的对象 也是很多女生 不能讲出来 可以可以可以 现在就是公开了 好 然后 还有很多女生观众喜欢的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做连婷宇Tob OK Tob现在是24岁 而且从西雅图这次为了参加新人王 还特地长居在洛杉矶 这个有这样的决心有这样毅力 而且事实上他表现相当相当的不错 而且也很亲和力 而且很有活力 难怪像Lillian这种年轻女孩子 大家都很喜欢他 我们来看一下 他到底多惹人爱你 求我们的名 我们用意心情就听 当初随恨未有好理了 该日是我们的死命 求我们的名 我们需要你来追看 任性的路都我们爱你 借我们走 我其实有打电话跟爸爸讲说 这首歌是为他唱的 然后有叫他帮我一下台语上的 发音的问题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吧 感觉很有 感觉是终于有机会 跟爸爸唱一首歌 为爸爸唱一首歌 好 大家看到这个踏的表现 真的很让人这个女生 心花怒放 心花怒放 我就知道这个字 好 OK 好 那所以咧 我有很多观众说 你们在这个周末 这个8月23号下午 在录影可不可以来 是可以来的嘛 可以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参加 而且丽婷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因为来的人 其实是有奖品的哦 是的 我们有特别的好康 就是到现场的前200位民众呢 我们将会提供你免费的 LA County Fair的入场券一张 可是价值将近20块美金的哦 20块 来就可以赚20块 其实相当不错 而且LA County Fair 其实蛮好玩的 对不对 好 那当然除此之外呢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有关新人王的讯息 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让它锁定我们东森新闻 还有上我们东森美洲台的官网 www.etvamerica.com 甚至如果想要用手机看的话 也可以只要下载 download这个东森新闻美洲APP 就可以看到 不管是我们的新闻 还有新人王的所有报导 都在这个上面 全部都有 对 欢迎大家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那当然这是我们今天的 新人王快报 东森新人王 等你来参王 等你来参王